孔敏在这个他那些年比较低谷的时候 经常去找你们吗 跟老师们聊聊吗 不 他基本上是找他的师父 找我的时候的很少 他这个人呢 我给我的感觉 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他是闷着头干事 很少张扬 他呢 说是说单口相上 实际上他创作 写对口相上 对 包括后来写 给别人写 电视剧 剧本 很多东西都是他创作的 小房东你参与创作了吗 对 写五十集了 电视剧的小房东 他写了五十集 所以他好在哪呢 我觉得他有一种精神 一种毅力 他喜欢相上 他从小就喜欢相上 他一直在坚持 甭管他后来又搞 这个创作 搞这个电视剧的写作 后来他的单口相上 他没离开 没离开什么 没离开相上的基本特点 包括写小房东 他也把很多的相上的因素 元素放在了喜剧里边 使这个相上艺术呢 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 也能够 得到体现了 得到体现 放出光彩 哎呀 哎呀 谢谢大家